G15工作址3,這份工作址主要講tangent theta 但例題1要求sin cos tangent的直 無論如何定義都不會改變 我們一求三角比sin cos或者tang 我們就要記得這句說話 對斜輪斜對輪怎樣用 以兩個一組加些份線 其實就是sin theta cos theta tangent theta的邊的比例 但你留心點我們這個直角三角形 只有兩條邊,一個是6,一個是10 分別是對邊, theta對著的6 另外直角對著最長的斜邊10 所以我們缺了剩下輪邊x 怎樣做呢?我們先求輪邊,你用不是定理 如果題目有給未知數,你用未知數 題目有給大家英文字母,你就兩個大家英文字母 表示一條線 但如果什麼都沒有給下面那些 你就如途所示,自己切就可以了 那x2次加6的2次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兩條直角邊的2次方 它們之和等於斜邊最長的2次方 a2次加b2次的c2次 通常有人這樣記 然後10的2次減6的2次 會等於64 兩邊一起平方根,我們找到x是8 就是這樣我們三條邊都有齊 我們就可以利用對斜輪斜對輪 然後找syn cos tangent syn是對斜,對邊除斜邊 對邊就是fitter對著的6 所以6除以斜邊是10 化解之後是5分3 syn找完找cos,對斜輪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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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斜 所以6,輪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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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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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斜 所以6除以8,答案是4分3 例題2,同樣給了tgfitter 等於4分3 叫你找回本來fitter的值 即是利用三角比,找原來道數 我們可以握tg 平時握syn cos 握tg都可以 fitter就等於握tg 寫tg-1次方 括號,寫三角比例 按計算機 OK 按shift tg 3除4 生括號 那就會按到答案是36.8 不過要進位後面跟的6 所以答案是36.9 取之三位下數字 不過我們究竟角度 所以記得加法單位 例題3,我們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給了兩條邊的邊場 找角度 即是要利用三角比 我們要利用什麼三角比呢? fitter對著這條叫對邊 餘下的叫輪邊 對斜輪斜對輪 對輪就是我們要找的 所以應該是用tg-fitter 所以我們就寫tg-fitter 等於對邊除輪邊 即是75除以1807 化解完了之後 我們用Arc tangent 寫fitter等於Arc tangent 然後括號 75除以1073 按計算機就可以找到角度 按的時候 按Shift tangent 然後括號 75除以1073 按到答案是35.0 三位下數字 後面根據2 不需要進位 但是同學留意 溫番 數值估算 三位下數字 若不是準確值 是真的取三位下數字 要建築三個位 就算0 也要寫出來的後面 所以答案是35.0 在計算角度 所以加回到度 第四 我們同樣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次由一條邊一直角 叫我們找回相應的邊長 即是利用三角比 有角度 我們要運用三角比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角度對著這條叫對邊 剩下的條叫輪邊 所以對輪 對斜輪斜對輪 但我們使用的 就不是Tangent Filter那麼大範圍 我們有51度 所以用Tangent 51度去計 等於對邊除輪邊 69除N 然後就是解方程的功夫 兩邊一起乘以N 有方的份母N就消失去左方 然後兩邊一起除Tangent 51度 要整個除 因為這個代表一個數字 Tangent和51度是不會分開的 然後就變成N等於 69除Tangent 51度 然後我們按計算機 可以按69除Tangent 51 全部都是數字 所以按到答案就是55.8 後面跟7要進位 所以最後答案N等於55.9 看到三個位的有效數字 但我們最後要檢查單位 你看到它沒有單位 所以N等於55.9就是完整的答題了 可以按到 有了 chercher 會 即可